今天是7月6号 大家看一下今天盘面 科技板块今天回暖了 那么是超跌反弹 还是新一轮大涨卷土重来后 谁是这一轮的核心呢 如果大家在当前科技板块 把握不住看不懂直轻 尤其是今天想去追高的 又不想去追的很纠结的人 到底该怎么办 大家在当前盘面热点把握不住 看不懂直轻轻 这些视频我们就大家最为关注的 科技板块做一个解读 但是我提醒大家视频当中 涉及到了一些热点核心个股的解读 就是一个免费的技术分享 物作为依据 我们重点来看一下 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两个方向 说起人工智能 大家看今天早盘itk也快速冲高 很多人说是不是 科技板块的人工智能要卷土重来 要大涨 其实你看到的k线很正常 就是一个震荡的行情 对不对 这里是属于一个震荡上行 前面我也跟大家说过他没走完 但是短期想要暴涨也有难度 为什么 因为他上方存在利空 因为这里的话大家要注意的是什么 在拉伸的过程中 大家要什么 偏上谨慎 什么意思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要轻易的去追高 他如果说有盘中急跌 刷到低点附近 你可以低息可以前伏 但是整体来看追高是需要 注意需要小心的 那么问题来了 联工智能这里到底是不是新一轮大涨 目前来说 这个成交量没跟上去 所以这里想要大涨是有难度的 但是 这里的话有机会走出一个正道的 一个爬山式的走势 也就是说 就是我们说的 降到什么 微 涨 然后慢慢爬山的走势 这种行情可能会更好 当然 把握核心 把握个股任何能够持中 那么 核心个股在哪里呢 大家看 今天这个盘面其实有意思 从今天的人工智能板块 涨幅居前的这些票 大家可以明显的发现 这些票都是什么前期大涨的票 之一 或者说是前期人气最外的一票之一 所以我强调过很多次 我说你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就盯紧了核心龙头 调整到位了 我们去追悉 博客反制反弹 对吧 你看这种 脱围 这个不用我说 这个票的话很多人怕 为什么 因为他一直在高位 对不对 没有调整下来 这个以震荡代替调整 所以很多人怕 那按照以前的思路 这个位置 也就是我们说20年线附近 是可以去博弈可以去跟中党 想想这位置 不对了是不是有肉吃 是不是 能够吃到大肉 不错了也没关系 他 短期震荡容易冲高 那么冲高就是给你风高减仓 风高出货的机会 但觉得是还是不是 所以像这种票的话 目前已经强势的上涨涨期了 突破那么后期 继续冲高的概率大 但我觉得这种票的话没票的朋友 去追高还是要特别小心 为什么 因为他走趋势波段不太好做 最高不太好做 得名利 这个是叠加器材 叠加人工智能 叠加的是我们说的 芯片这一块 目前走势是非常强劲的 因为他有一个特点 什么特点 他是新股 是新股对不对 你看 他今天涨停冲了一个高位 但说真的这种票 他股性也不是特别好玩 是不是你看这个股性这里 容易是吧 拉高出货 所以这里涨停了你敢追吗 反正我告诉你 是我 我说不敢追 这位置去追的话是存在一定风险的 今天大涨对吧 那万一这里涨停板守不住 以后 通高回落 明天再合二流 那里不就追接盘了吗 所以像这种票最好的策略是什么的 等他 回踩以后我们再去做一个什么DC 这个节奏 这个思路什么没有问题的 除了这两只涨型的票 你看还有像中微链子对吧 这种票也出现一度 但是这种票的话相比的 股性太差对不对 这里 什么线60 所以60线是他的机会 低线的机会 但是拉高你一定要忍住 是不是追 追错了 不好意思 很难对吧 很难解套 好 再看一下今天涨幅剧情的 科大 这个巨轮 包括中科信息 浪潮 是不是发现问题 人气票龙头票回踩后的再启动 我在前面视频当中强调过很多次 像这种票你该怎么办 其实很好办 你只要盯着我前期跟他说过的话的位置 比如说这种票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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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看 到位了吗 到位了吗 这不是60天线吗 说是 那么在60天线位置 我们做一个低线做个上车 这个肉不就出来了吗 大觉出事 所以他后期在这里出现反弹拉高的话 你不就逢高减仓 逢高出货了吗 对不对 还有你像中科信息 巨人这种 你看中科 像中科这的话 他也是短期调整 你要你仔细看 他调整 可能很多说 现在你不说重要支撑 但60天线没到 可是你看这里这个什么位置 前期的一个顶点位置 那么现在变什么位置 压力位 那么这个位置你画过去得 对不对 其实他在这个位置就差不多到位了 那么在这里出现超级反弹 我觉得也可以理解 那很多朋友说 那我在这个位置低息了 他万一跌破了 对吧 这个位置没锁住 跌到这里来怎么办 没关系 跌到这里来他后期再反弹 你还是有机会逢高减仓逢高出货吗 并不说这个位置就一定会什么 或是底 对吧 他也有可能跌到下面来 到时候去反弹拉高的话 你还是有机会 跑路有机会出货的吗 大家觉得是还是不是 他有点像浪潮 对不对 这种也是一样的原理一样是路 我在刚才视频当中 也跟大家讲过 这种票前期大涨 你要近期跌幅比较大 找出一个A字杀 那么A字杀 那我们该怎么办 逢低关注逢低上车 快去拉高反弹 不就获利盘出头了吗 对不对 这就是我常说的 盯紧了核心人心票 重要支撑为了一个低息潜伏 可能很多会说 那这些票是吧 很多很多我不知道怎么把握 你就告诉你一个原理 很多的票 他的一个 强制撑位就是60年线 所以我们盯紧了60年线就好 60年线在技术方面又叫做什么生命线 所以你不知道怎么看 你就看着他 还有就是能够综合板块 在这个过程中 你实在不知道怎么做的 盯紧了创业版的一些低位票 创业版 前期涨幅比较大的 他们近期跌的比较多的 到了一个近期的底部的 那么这些创业版 也是可以留意可以跟踪的 这么说大家是不是明白了 当然 也有一些票是存在风险的 对不对说后排的这些 但我要提醒大家后排这些 跌幅比较大的 你仔细看他们是什么 他们是前这两天 前两天或前几天出现大涨的 这种票一定要注意一定小心 在你来看 人工智能板块 属于那种什么 震荡分货的行情 涨多了就跌 跌多了就涨 而且你仔细看 目前追高是存的大风险 就比如说像这种飞龙 昨天 仗轻今天 贝二 昨天还说过这个票说什么 我说这种票加速了怎么办 能不能追 不能追吧 是不是说了很清楚 加速不追 你昨天加速追的话 今天郁闷死了 好除了人工智能之外 还有数字经济板块 大家看今天也回暖了 对不对 他的走私其实跟人工智能差不多 差不多 整体的话是属于震荡 这点属于震荡 然后高位是存在压力的 怎么理解 后期我觉得他也是 震荡上行 这个方向也没走吗 后期也存在空间 存在的一定的机会 但是 数字经济板块 个股的话 近期表现就比较差 对吧 如果你去操作的话 很多人就说 操作难度就比较大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操作 不知道怎么办呢 大家看 涨幅激情的 目前有两个票差6个点以上 可是这种票的话 说真的很难把握 在今天之前你 你会发现他会涨吗 说真的我 很难去把握 但是这种票又有一个特点 哎 就是在这个位置 我们说的二十年线 如果在二十年线去低伏低息的话 他拉高你还是有机会的 但是我告诉你 这个就是概率 在今天涨之前 你谁都不知道他今天会涨 所以这里大家在操作上面 最高是一定要注意的 但同样的 整个 的 数字经济板块也有一些票是有特点 比如说深讯 这种票的话 前期是属于一波快速的一个拉高 股性被激活了 但是近期你看 他调整是不是很充分呢 刚好调整哪里 这是什么 也是六十年线附近 那么你在六十天线附近 去做个低息的话 做潜伏的话 这里拉高 你是不是有机会逢高减仓 获利出逃 这个高位 你是不是有机会吃到肉吃到大肉 对不对 那么像这种票的话 拉高急涨 你就可以出货了 但是记住 你不要轻点去追高追错了哎 上岗 还有你看像 科大对吧 这种票也是一样的 前期涨幅比较大 然后近期调整比较充分的 像这种票的话 就是我刚才说的什么 创业板的一些低位票 对不对 调整 可能这个票这个位置 大家很纠结 其实你看这里就知道 前期不是在这里这里吗 这里吗 对不对 这个位置什么位置 低点 那么这里出去反弹 我觉得也很正常 整体来看 数字经济板块的个股的话 这个人气 相比起人工智能板块是差一点 或者说比较弱 这个时候大家要操作 以示一样的原理 以超跌反弹为主 以前期人气票的低吸前伏为主 崩高减仓 目前他的这个趋势整体来说 是属于一个正道的行情 看一下后排 后排跌幅不是很大 但从整个走势来看 数字经济板块个股的话 近期的难度是比较大的 所以大家在操作上面要注意 我们回到这个经济的盘面 刚才说了这个科技股回卵 人工智能数字经济 包括与之相关芯片 这些都回卵 动数稀算 对不对 算力 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什么 你看 从整个盘面来看 他明显的算力这一块表现是最强的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注意的话 把算力动数稀算这一块 是我们科技板块接下来的核心 所以你要去参与这个人工智能也好 参与数字经济好 那么你的这些票最好是 属于算力这一个分支 这一个板块 我觉得更好 你如果仔细看动数稀算 大家看这个个股你会发现 哎今天仗幅之前的或者说大涨的票 是不是几乎都跟他有关 不说别的 红星电子 特别信息 韩武G科大讯飞顺王 更潮科大 对不对 很多都是跟他有相关系的 所以我们要分清楚组织 你不是说哎呀 这个人工智能反弹了 科技反弹了 我就可以随便追了 可以随便买了 不是 从目前的盘面看 直接选择算力这个方向做突破 可能性会很高 所以我们要叠加这个方向更好 综合来看 这个科技板块 就是一个正常的反弹 并不说这里是一定会反转 因为从今天上午的盘面看 它并没有出现大幅度放量 或没有说出现一个强势的什么 个股突破 这里就是 需要等待一个确认 好 这一期视频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